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 11月6日 已經是星期日 這一節要跟大家 繼續說一下這件爆料 今天爆料就是阮華安 阮華集團 大家都知道這件是中國建國以來最大的走私案 牽涉金額是800億 在90年代的800億是甚麼概念 當然是很大的錢 當時李嘉誠 也是在說一千多百億身家 現在李嘉誠 我想保守估計是過萬億 好了 阮華安這次爆出來 我們就這樣看 大家覺得是江派還是團派爆出來呢 因為知道 阮華安的背景的人 其實我想都是那幾個 賈慶林 曾慶紅 江澤民 朱鎔基等等 那麼這次爆出來對誰最有利呢 當然是 對江派不利 因為江派 是攬他那個 我們跟大家說說最近的update傳聞 這個阮華為甚麼會成立呢 其實就是耿彪說出來的 因為當時 耿彪就是國防部長 他 他 原來跟習近平的老爸 習仲勳 是世交 大家 是很久交情了 所以 他 一直想起 怎樣可以幫助這個世侄 所以就找了他做秘書 所以習近平當時 入軍隊就是做 耿彪的秘書 耿彪認為 中共很多東西 尤其是 美國對他很多禁運 中共是需要很多走私的東西 因為 如果不是靠走私 沒有辦法 在西方世界買到一些先進的東西 充實軍備 所以 我們知道 原來最終 中國要成立一隊走私隊 就是這個耿彪提出來的 當然 做這些東西 不可以找外人做 一定是找自己人 所以耿彪提議 由習近平 去處理 中央 放寬 中央 首肯 你去搞吧 所以 耿彪 交了一個命令 給習近平 去搞一個走私集團 專門幫我們國家 做走私 因為他是長期主席福建 做走私方便 第二 就是收集台灣的情報 所以軟華集團成立的目的 其實是兩個 第一就是幫中共的解放軍走私 第二 是幫這個 收集台灣的情報 所以賴昌星 在 閣門搞一個紅樓 其實 最主要目的就是籠絡台灣人 去收買台灣人 去腐敗 去腐化台灣人 亦可以收集他的情報 所以最終 當時有 這個 這個 總參 負責搞情報的基姓德 都下水 當時大家都知道 軟華案的走私 是由解放軍 親自去 護送的 所有的船隊 由解放軍護送 因為他本身就是幫解放軍走私 幫解放軍走私 這些全部都是國家的東西 既然有對船隊 可以名正而順走私 那麼我為甚麼不自己做私幫生意 這個 就是為甚麼中共 要打軟華 原因 就是因為他的副業 大過他的政業 當然他也有搞的 例如在紅樓 在這個 廈門的紅樓 的確是一個 人窟 一個招待所 一個招待的官員 讓官員腐敗的招待所 但是也同時 具備一個 刺探台灣情報 收買台灣 官員 情報系統 甚至乎 台商 他是兩邊做的 但是 最終 就使得大陸官場很腐敗 詳細一點跟大家說下去 說之前 記得支持六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通擊五毛 訂閱我們的Patreon 以及星期二日報後比頻道 月費贊助 這一節 其實 當然消息我也是引述 李一平兄 李一平兄剛剛跟他聯絡 也很感謝他 因為為甚麼 一直以來我很多 不明白的東西 就是賴昌星 一個那麼大的走私集團 結果 只有基勝德下馬 最大去到基勝德 然後就是 福建的公安部的副部長 你想想 那個官員很小而已 那麼大 不是有中央大員撐腰 不是有解放軍撐腰 怎麼會可以做到那麼大 而且由解放軍去護送他走私的 竟然只有基勝德下馬 是不是 不可能的 一定是有更加大的老虎在後面做後台 這隻老虎 除了是耿標 就是習仲勳 好了 這件事爆了 最後怎麼辦呢 因為這件事做得太大 這個賴昌星 做的生意就太大 當然我想 就這樣看他不是他後面的意思 不是他後面的意思 把很多走私全部都做了 最重要是 原來他走私最多的就是 成品油 走私成品油 直接影響到食油幫的利益 我看到李一平兄就說 當時影響到李鵬家族 因為李鵬是能源 但是李鵬其實是涉獲電力的 三合工程 電力 中國的電網 他的女兒李小林叫中國的女兒電王 所以 電力系統 和石油和走私成品油 應該 不是很適合 這個我有一點質疑 有一點疑問 我已經 Whatsapp問了 跟李一平兄交流一下 因為這個我有一點疑問 應該不是刺痛了李鵬家族的利益 而是刺痛了石油幫的利益 所以江澤民 曾慶紅背後就是石油幫的老大 所以他們就要 查出這條事件是誰做的 一查出 原來是你們 習家 不要緊 因為當時是鄧小平 准許的 當時是百老治國 八老的時候准許你 開一檔 去做情報工作 以及幫解放軍走私 你是自己人來的 不過 那些家臣 奴才自己手腳不乾淨 不要緊 我們打奴才 不過 這個也是我覺得曾慶紅一招連銷大打 既然 你 習仲勳 習近平父子有痛腳在我們手上 我們就要好好利用 我們就要好好利用 把你收成小子 這件事 據說 根據一平卿所說 當時曾慶紅親自接待這兩個人 習仲勳 直接要他的兒子跪下 習近平下跪 叫曾叔叔 曾叔叔就會看著你 我們這些嚇人 手腳不乾淨 我們會處理的 先殺一下 當然是要 你看著我的兒子 所以 這個也可以解釋到 當時為甚麼會選了他 而不選薄熙來 兩個人之間為甚麼會選習近平 因為習近平 這兩父子有痛腳在江澤民曾慶紅手上 你們身有屎 你們不乾淨 不過不要緊 賺錢的東西 我們明白的 你交人出來就行了 朱�抨基又不是知道是這件事的嘛 是不是 朱鋒基 不知道是目的和劫子勝出的 朱� kamp 他要去搜尋 當然他們也會放血 你們 這裏用的家臣出來是未救的 不過 為了防止 錢穿得到招大 到底把貨功 判到只剩下 貨功 判到只剩下 你兩父子怎麼辦 slowed downеж? 朱鎔基要去查 當然他們也懂得放水 你們 這裡交的家臣出來不夠的 為了防止朱鎔基撞爆 查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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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 他們整個走私集團就是習家父子 習家父子下面的賴昌星 純粹是人頭 這個人頭越做越大 甚至乎 那個走私的規模還帶他前解放軍 當然引起中央不滿 最重要是他 原來是當時主要走私成品油 走私成品油的利潤很深 而且需求很大 破壞了石油幫利益 所以石油幫動他 但是一旦動起來 他們就算了數 不要緊 斷了你的財路 我亦收你做帥 接下來 起碼多一個旗子 不然 怎麼做太子黨黨府的曾慶紅 曾慶紅就是這樣 盟絡了所有的太子黨在後面 收歸了 做他旗下的馬仔 他打算收了你做帥 你要拜我做阿公 這件事之後 習近平可以說埋了江澤民八 賣了江澤民八 到了他跟薄熙來一鬥的時候 一鬥起來 薄熙來 狠 你也知道薄一波是高級過習近平的 薄熙來當時做紅衛兵 他其實大過習近平幾歲 他當時 民家一開始的時候 他就做紅衛兵 他就知道造反了 當場把他父親踢斷了兩條立骨 薄一波 被薄熙來踢斷了兩條立骨 所以薄一波大讚他 這些才是社會 這些才是我們紅色江山的傳人 夠狠 對老子也可以動手 當然有一點 嘲諷意味啦 兒子那麼狼狼 踢斷了兩條立骨 幸好當時不是很老 否則這樣就更得了 薄一波 當時也是副總理 其實他是早做過副總理 他排名前 前過習仲勳 習仲勳當時不是副總理 當時撥一波是副總理 習仲勳只是 陸議員已經倒台了 因為 因為劉子丹案 早就倒台了 我們說回 他選中江澤民 選中習仲平 即是習近平 江曾集團 看中他的原因 主要就是他有痛腳在他的手 第二 他的級數不高 你駁一波的兒子 他怕難控制 因為他級數高 駁一波的兒子級數高之餘 還有 那個 個人能力 其實駁起來很強 英文也好 英文也好之餘 他那個 他當商務部長 跟著做大連 其實做得不錯的 不過到了重慶 搞唱紅打黑 跟著跟 溫家寶 叫板得太厲害了 如果不是 我相信 選他也不出奇 最重要 他沒有大量的 證據 在江曾手上 你不一樣 你父子身有事 所以 選中他 是想著隨時都可以控制到他 現在外面有個說法 就是說這次 江曾派系就大勝 搞定團派 你現在就這樣看 江派上海幫的人沒有甚麼 入到常委 沒甚麼入到政治局 上海就沒有了 政治局 也沒有甚麼代理人 所以 你說是不是江曾派大勝 我也不敢說 我覺得他們是被過橋抽辦 是被過橋抽辦的 是被人吃了 蠶食了地盤 不過 團派肯定是被人吃了 好了 我們暫時就說到這裏 接下來有甚麼進一步的事情爆發呢 我們就再跟大家繼續說 多謝一平兄 拜拜 我們現在就是向大家推介這個PIA 因為他做了贊助 聽升旗易得道 可能也會驚發 我認為 裝了VPN對你可能也會有保障 尤其是Youtube上不了 透過VPN應該可以跳過香港的地區限制 用本台這條連結 那就是有Discount 失敗了 我們現在就讓你回去吧 把心臟 也就想看 進去